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我们每周一到五会带来 几则与日本有关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话题是 日本议员说出 14岁小女孩同意跟我上床的话 为什么有罪 那我们开始啰 立憲民主党で設立された 性犯罪刑法改正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チームで 刑法で性行為が一律禁止される男女の年齢を 現行の13歳未満から16歳に引き上げることを議論しています 立憲民主党在举办 针对为了保障儿童免与性犯罪的刑法修订会议 性犯罪刑法修正小组 简称WT10 想要将現行刑法中的 与13岁以下的人发生性关系 无论他们是否同意都将接受处罚的这项条例 把年龄拉伸至16岁 会合でHonda平直衆院議員は驚愕の発言をしました 成人と中学生が真摯な恋愛関係になった場合 成功をすることは自然なことで罰するのは望ましい 50歳近くの自分が14歳のこと成功したら たとえ同意があってもつかまることになる それはおかしい 而会議中 立憲民主党的本多平直衆議院議員 却语出驚人的说出 如果有成人跟国中生认真的交往 发展成会有性行為的关系的话很自然 所以希望这件事不要有罚则 还有 假设说接近50岁的自己 与14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的话 其实那个女孩有事先同意 我也会被抓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その発言に社会は騒然となり 強い反発を招いてしまいましたが 7日に出現したことについて 本多平直衆議院議員は謝罪し 発言を撤回しました 興奮していたので覚えていない 本意ではないと主張しています 本多平直衆議院議員について ネシズンはこのように突っ込んでいます 14歳の少女に興奮してたんですね 過去の因子を思い出して興奮してたんだろう などmemeの作品にされました 此話一出 立即引起社会的哗然 并且受到强烈的輿論反弹 在7日時 说说话的本多平直衆議員也表示道歉 并且收回此言論 他表示 当下太过兴奋了 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不是他的本意 此言一出 又被许多网友吐槽说 你是想到跟14岁的小女孩 发生关系才很兴奋吗 还是说你正在发情才乱讲话 等等的 后来他也被制作成许多的迷因梗图 実は性犯罪刑法改正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チームで疑われるような発言は何度もありました 12歳と20歳代でも真剣な恋愛がある 日本の成功同意年齡は他国と比べて低くないなど 乗り子の指示を得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と 拒絶されています 对于一言的失言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标题杀人吗 也没有啊 没有 他真的是讲这样啊 你要念一下他的原文 他的原文 刚刚就是在文章里面刚才大家都有听到 他原文就很恐怖了耶 对啊 他就是说 他真的很嵌吐槽耶 他感觉讲说这句话就像那个搞笑艺人 然后其中一个人这样讲了之后 他旁边那个吐槽一叫说 很奇怪 不行 之类的这种感觉 对啊 他在讲什么东西啊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小孩子的恋爱也需要被尊重 对啊 可是不是 可是小孩子跟小孩子 也不是阿伯跟小孩子 而且小朋友跟小朋友谈恋爱也不一定要打破吧 对啊 就是这个法律就是在保障小孩子的权益啊 他就算跟成人交往的话 也不代表成人可以跟他性交吧 对啊 他就是在保护小孩子的身体啊 他太小了 你在想什么 太小了 而且我觉得13岁以 就是虽然他现在规定不是13岁嘛 嗯 我觉得14岁也很小 我们一般啦我们台湾是规定16 16对对对 台湾是16 所以台湾是16以下不管他同不同意啦你就会被抓啦 而且好像16岁以下的两个都16岁小孩的话他们两个也都有罪 对就是就算小朋友对小朋友还是有罪就看他们家长有没有要告 对对对 然后如果是大人的话那你觉得死定了 死定死定 而且那个是不能一颗发金的 你会被直接抓进去管 可是所以像是刚才不是文章里面有说出那个WT嘛 他不是就说什么12岁10几岁的时候跟20几岁的时候都会有认真的恋爱这一句 其实这一句单体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 可是为什么12岁的小朋友就是就一定会发生那个 我觉得不会啊 我觉得小孩子好像 我觉得有可能吗 12岁小六 小学生在正常的发育的环境下有可能发生性行为吗 你觉得 我觉得小六太小了 可是我觉得国庄有可能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国庄就有可能了 对 可是那就是他们两个 对那就是他们家长要去处理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50几岁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20几岁也是吧 就是反正就是成人 对啊18岁以上的人 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 这种类型的成人都会有点 想要利用小孩子的 对 崇拜吗 对 什么 我带你出去 就是那个地位不平等的感觉 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名词对不对 权势性交 是吗 权势性交 对 对吧 权势性交 就是 你仗着你有 有一些才能或能力 嗯 然后让人家很憧憬你 嗯 像是那个老师对学生 也是全私性交 对对对 嗯 但是那个时候 之前有被讨论过一阵子 对 就小朋友 有一点难分辨说 我现在是崇拜这个老师 还是我真的喜欢这个老师 对对对 会因为有点崇拜 然后就觉得 好像 可以 对 嗯 但其实 不行 你就是被控制着 就很可怕 嗯 所以像他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什么叫做 我会觉得毛骨悚然 他会这样子讲出来 就表示他一定是这样想啊 嗯 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讲啊 嗯 所以是不是他真的有可能跟十几岁的小女生 有发生过什么性关系 我觉得很大可能耶 我觉得超恐怖的耶 像是 嗯 嗯 嗯 张老师的一个同侪 就 我好像有听过这个故事 很恐怖 你再说一次 就是 我真的觉得要奉劝所有听众 如果家中有自己的小孩 然后是国中生 或者是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 然后当学校出现那种 比较年轻的实习老师 嗯 或者是 一些 比较外部的老师好了 算设施啊 实习老师啊 什么年轻的 新任老师之类的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个小朋友的 跟他老师的交往的关系 嗯 因为像是 我知道有很多 老师是会特别去选那种 可能家里没有那么有的小朋友 可能他们家里就是那种 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然后可能去跟他讨好关系啊 然后 然后下手 对 对他下手 然后 就是吃了 可是 那个女生如果去外面跟人家说 他跟老师怎么样 那是不是等 人家就会先觉得说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 他就是弱势学生的 哦 他们 所以什么 家里得不到温暖 要去找老师 对 或者是什么 他诱惑老师之类的 这种的 好糟糕哦 你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吗 他们都已经先想好了 一定不是找那种 家里有钱 有能力的 小朋友 一定是找 就是 不会有什么人去帮他 然后可能他父母根本就没在管他 的那种类型 嗯 所以就是大家要多注意 很 很可怕 对啊 而且 像 像是那个WT不是也说什么 日本同意性 性行为的年龄 跟别国起来没有比较低 有吧 比较低啊 对啊 像台湾就16啊 他们才 才定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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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一啊 14岁就可以下手的意思吗 对啊 就国二就可以下手了 国一不行 国二就可以 嗯嗯嗯 然后台湾的话 13岁是 16岁以下 就是高中 对 高中 高中 对高中 才可以 不行 不行 因为我觉得台湾法律也有点奇怪的点 就是那个女生16岁就可以结婚 嗯 然后后来最近不是要修法改成18 或是18 男18 女也18 通常所以女生16岁就可以结婚 所以这个 这个感觉有点怪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会顺便把这个 就是 性行为的这点 点 拉到18岁吧 我觉得是耶 是吗 你觉得吗 你觉得 可是你觉得 你觉得是要结婚才可以性行为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都要 18岁都可以结婚了 那应该也可以 有性行为这件让他可以自己决定 可是18岁以下就是 就是 还是未成年啊 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定一个 统一的法律好了 你开车也是 开车喝酒 结婚打炮 都定18岁 会吗 可是我觉得16岁这个数字好像也还蛮合理的 我也是 我也是这么觉得啊 16岁还OK了啦 嗯 因为高中生 因为高中生就有自己判断的能力了吧 可是如果 如果现在的角色是高中生跟高中生我就觉得OK 可是万一是高中生跟50岁的阿伯 我就觉得 你觉得高中生正常的成长黄金像会想要跟50岁阿伯打炮吗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牵测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耶 有可能 就是 什么情况阿 老师阿 很有能力的老师 他知道很多 他有他的魅力 他有他的知识的魅力 你懂吗 我觉得会耶 连大学生都会想像老师打炮 可是 可是大学生 如果这样想的话 也不犯法吧 不犯法 所以我觉得高中生也 也OK吧 对吧 我觉得如果是16岁的高中生 然后 自己 有决定 决定要跟老师打炮的话 不犯法 这件事我可以接受 可是虽然是舆论会抨击 对啦 可是 犯法这个是一定是最低底线 对对对 犯法是最 法律是最低底线 最低底线 道德那些都不要谈 对对对 所以就是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议员有点恶啊 对 他就说为什么 他超多梗塗 对啊 我太兴奋了 所以讲错 对啊 然后那个我太兴奋了 然后那个就被做成一张图 这样 那 我有把那个连结 那个放在那个资讯栏 上面可以写 我太兴奋了 我太兴奋了 所以不记得了 他不知道在公三回 超额 对啊 想到这个我就会想到那个 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成人的漫画家 叫做招指 招是那个朝 就是朝日的招 嗯 然后指是那个 嗯 比如说风 台风的风 然后里面 就只有外面那个壳 然后里面是一个禁止的指 Nagisa Nagisa 对 那个日文会念Nagisa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日文是不是念Asakisa Nagisa之类的 嗯 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色情漫画家 嗯 然后他 他最有名的一本 嗯 色情漫画就是 就是 小女孩本的 就是在画小女孩的 我完全没办法接受 我看过 你说跟小女孩谈恋爱的吗 就是有强暴的 哦 超恐怖的 不知道欸 我觉得一定 一定会 会 会有人 喜欢啊 可是我看完那个本 完全没有办法 享受到 嗯 里面 可能就是照顾一些 这方面的 癖好的人吧 对 可是 我又可以理解说 因为如果喜欢这个癖好的人 嗯 然后 他现实中没办法 对他只能看二次元 嗯嗯嗯 因为如果看三次元的更压拜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他只能看二次元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家 然后他就是 我可以从他的画面跟言论 可以感受出他就是 艳女啊 嗯 很艳女的一个 一个成人漫画家 艳女为什么 就是他很常就是会 画那种剧情就是 一开始很嚣张的女生 然后 讲一些头头四道的什么的 然后在最后把他 就是被干到什么 干到他已经就是什么 性爱沉沦之类的这种剧情 哦 就是我 我该怎么讲 我其实也是看蛮多这种 成人像的东西 但是他的画法会让身为女性的 我有点不舒服的那种类型的 所以他不只画小女生 他女生也都不尊重 我自己这样觉得 的感觉 可是他很多他的粉丝 因为他人家就会说 他是纯爱大师 因为他就会说他的很纯爱 好想把他纯爱一下之类的 他就会这样子讲 对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对 可能那个艺人的受众就是这一群的 没错 他应该是那个蝶粉 可是他 这个老师的画 画法真的就是画功很强 画得很漂亮 画得很好看 对 只是他的那个小女孩跟他有一些推特 言论的看不下去啊 像我张老师就超喜欢他的图的啊 虽然他说幼女他吃不下去 但是 成人的可以 对 嗯 然后他就很常会被那个 那个 招指老师就很常会被女权 女权 踏伐 对 然后到他的推特就说要杀死他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 他是女权的眼中钉 嗯 然后他就会说 什么起床之后 最先收到不是新刊的感想 而是杀害的预告 好难过 然后就把那个 把那个留言的人 然后把它画出来 嗯 这样 嗯 画的还蛮好看的 他画得很好啊 他真的是画功很好 而且我觉得他 画得最好就是那个大腿 哦 就是 我懂 穿 穿襪子的时候有一点肉 有点剃出来的感觉 我懂我懂我懂 很好看 嗯 对他真的画得很好 如果有喜欢的听众 反正我们听众六成 八成应该都是男生 可以去看他的本 对 可以看那个成人的 不一定要看那个小女孩的 对对对 反正他那个小女孩的本 就是让我的世界观大受打击吧 精神观 嗯 因为他就是在画 他的剧情就是在画那个 有两个男生 然后 就是在那种社会不受 不是 比较弱势的那种 对 就是不会有女孩子想跟那种 男生在一起 对 一个是宅宅 然后一个是胖的 一个是瘦的这样 他们就买了一台乡行车 嗯 然后就 就有点像在还日本到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遇到小女孩 就把他拖上车上 性情这样 然后就丢 再丢下去 然后再开车 然后可怕 然后我看到那个 我就 我就 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像欧美 他画 他的欧美画这个 他觉得死定了 这个有 有被 有 有被审查 吗 美国绝对不可能 会有小童色情的东西 是哦 他们光你持有 这个东西 你就会被关好几年了 还何况你画 这版漫画 这版漫画 是额童色情的 哦 所以他们禁止 儿童色情的 创作 对 哈 太严格了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需要二次元的 嗯 我也觉得需要 嗯 像是我在查这一篇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有看到了 就是有一个 嗯 应该是喜欢 就是 恋童癖的一个 有出来 接受那个 新闻访问 嗯 然后他就是 有说 他就是希望所有恋童癖 跟他一样有恋童癖癖 癖好人 都不要对真的 真现实的小朋友下手 当然啊 他就说 他就说因为就是有他们那些 所以他们才会被 有点污名化成那样子 嗯 嗯 所以他就说 其实他一次都没有对小孩子动手过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癖跟别人很不一样 可是 他只能靠那个 感到兴奋嘛 这也没办法学嘛 对啊对啊 对啊 所以他就是希望 所有的 就是成人们要控制好自己 不要去伤害所有任何的小孩子 嗯 讲得好 对 就是应该 恋童癖就 请看一下他 就是 多么 恋童癖不代表犯罪者 对对对对对 嗯 可是如果他在那个 Psychopath的那个 世界观里面 哦 你刚刚跟我讲 对对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有讨论到那个 嗯 人设是家庭教师的作者画的 就是那个Psychopath 心灵判官 嗯 然后他就是会 就是 有个机器在扫描 你内心的犯罪指数 嗯 然后你只要超过某个犯罪指数 你就会马上被 逮捕 嗯 比如说 嗯 超过60好了 60到90是轻微犯罪 嗯 然后等你心灵状况OK了 你就会被放出来 嗯 可是有 有那种 你的心灵的犯罪指数 已经很高了 然后 当场 那个警察是可以 那个枪会变形 嗯 会从麻醉枪变成 会直接把你 爆头的那种枪 嗯 嗯 他就可以直接在路上 把你处决的那种类型 好可怕喔 对啊 我觉得 现实生活上面 绝对不可以有这种 制度 卫神仙判 他什么都还没做 对 所以他内心已经想杀人了 我觉得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想杀人 我真的气死 对 想要犯罪的念头 一定会有 对 但是真的会去做的人 真的很少 大家都是可以 控制得住 自己的那个行为 嗯 嗯 就是这样 就跟那个恋童癖一样 大家 那些恋童癖一定都会想要 对小孩子做些什么 可是 久成久的 止于 想 止于幻想 跟 就是脑中自己的 自己在用而已 嗯 可是真的会去动手 那些真的就是人杀了 真的真的 嗯 所以这一篇不知道 欸后面聊 有点聊篇的 又在讲那个 还讲到那个 招 招指老师 嗯 我没想到要讲那个 因为刚好 刚好看到他 就推特这样 嗯 这样 观众朋友要注意 不要对16岁以下的 未成年少女们动手 台湾是16岁 对 日本是13岁 所以先去日本 可以跟比较小的 不行 欸你之前不是有跟我说 你有个讨论就是 可以看A片的年纪跟 就是以前高中上公民课 我就印象超级深刻 对 就是在也是在讲法律的事情 在台湾 在台湾 对对对 反正就是 讲到16岁可以性行为嘛 对 但是要看A片要到18岁才可以 对 合法看A片 对 就是所以你16岁的时候 是可以做不可以看 哈哈哈哈 16到18岁的时候 是可以做不可以看 对耶 所以日本的话应该是14岁就可以做 然后到20岁才能看 看 欸日本A片是18还是20啊 不知道欸18吧 你台湾也是18 嗯 我不知道日本那个成年的 有点混乱欸 喝酒是20 好像是明法是20 然后 刑法 刑法是18 好像是这样分 好我们在求证大律师 所以就 欸真的很 我没想过这个点 我那时候上课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因为老师提的 老师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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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觉得合不合理吗 就是应该要叫 对啊 让我们记住 16岁是 性行为 18岁是看A片 所以我刚才那个讲法 就会觉得说 那你16岁就可以打炮了 哦 那你为什么 你就是觉得打炮 然后看A片 然后跟结婚 要锁在同一个年纪 对对对对 不就 这样不就 可能他们那个年龄 是有做什么研究出来的 可能不是大家随便说 欸16号还是18号 可能是有一个 性成熟吧 对对对 应该是有被 就是研究背景 来自尊的 好 才定出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18岁才可以打炮 然后18岁就可以结婚 然后18岁可以开车 所以应该 你觉得全部打车 这变成忍 成忍 嗯 对又可以他想怎样 就怎样了这样 嗯 不知道他们的考量 大家不知道觉得应该要几岁 16岁可以结婚哦 好像也可以啦 16岁自己想清楚 感觉20岁就会离婚 很多人不是有那种小妈妈吗 他们好像14岁就可以生小孩 蛤 就是日本吗 台湾 我好像看过某个报道 14岁 就是小孩生小小孩 我知道一定会有那种不良少女 会有这种类型 可是这种的话就需要 需要可以让他们结婚吧 14岁哦 好像我不知道欸 应该不行吧 先告那个男生吧 互告啊 没有啊如果他们两个都是未成年呢 对啊就互告啊 互告 互告啊 就是这样子 嗯 嗯 好 法律啦 法律我们 不是专家啦 大家可以 可以跟我们分享 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的想法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12岁就可以了 10岁 什么 又女最棒 不行啦 又女最棒 十岁月经都还没来欸 又女最棒 好啦 那这边闲聊就到这里好了 我们就接这一篇的单字 好 我们选了就是很实用的 各位绅士们都可以常用的 第一个字 什么绅士们会常用的字 第一个字是 Pedophile Pedophile 然后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戀童癖 这个字我第一次听到 我也是查资料之后才知道 然后要跟听众说明一下 就是日本 在日本你讲这个 Pedophile的 这个词啊 是很严重的哦 是那种会 把小孩 杀掉 有点 就是会对小孩子有点暴力 会真的去性侵 生殖世界的小孩的 这个词 这个词是有一点 严重 贬义的 对的味道 就像如果是下个字 Rolicon 的话是有点半开玩笑的 没有 Rolicon是二次元 嗯 我对于二次元的 蘿莉 或者是那种 它好像也可以只限时 就是限时的吧 对 就是喜欢小孩子的 对但是这个是 不会伤害小孩子 对对对 Rolicon是 好的宅宅 嗯 但是 那个Pedophile 它还跟犯罪联想在一起的那种 对对对 它是会出手的那种 很可怕的 所以 Pedophile它可以简称叫Ped 就宠物吗 呃 宠物的话有畜音 Peddo Peddo 好 大家可以用宠物有畜音这样下去 下去 嗯 Peddo 好 然后下一个字我们就是选那个 比较好的 对啊 大家比较知道的字 Rolicon Rolicon 就是Rolicon 其实在中文 你说你恋童跟说Rolicon 好像是一样意思 没有 嗯 没有在分哪一个是比较贬义 哪一个是比较好的 因为在 我觉得在台湾你会讲到 哦它是Rolicon啊 都会有一种 开玩笑的感觉 开玩笑 嗯 像是张老师有几个网友也都会 就是它就会跟我说 哦它们是Rolicon啊 嗯嗯嗯 可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出来 它只是想要 调侃它 嗯 然后就是 不知道欸 这个跟那个Rolicon的语感是一样 对 对 这个跟Rolicon 就日文的Rolicon语感是一样 嗯 没有我们台湾有 有什么词是指比较严重的吗 儿童性犯罪者 之类的 只会这样子讲而已 对 嗯 好 然后我想说补充一个那个 也很常 就是跟Rolicon是一组的啦 对 叫做Shotakon Shotakon 就是那个正态 对 喜欢年纪小的可爱 小男孩的那种类型 所以就是 可是它有时候也会简称叫Shota 对 就正态 对正态 那时候还以为 正态 以为是Shota 有长音 结果没有长音 是Shota 嗯 好 那我们再重新念一次它的拼音跟 就是全部都再念一次好 那第一个是 练筒P Petofile Petofile 五个音节 好 那第二个字 Rolicon 就是Rolicon 四个音节 嗯 然后下一个字是那个正态嘛 Shotakon Shotakon 也是四个音节 对 有没有长音 对大家记住 好 比如这几个绅士们常用的单子 好 网络很常用的几个单子 嗯 大家记住了吗 那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日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